所以请各位第一个先设计好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 有几个像这个是 标签1 这个是标签2 然后这是标签3 底下有个标签3 所以有三个标签 文字输入盒有两个 这个可以让使用者输入 然后再加上一个按钮 然后一个图像 如果你假设要让这个 这个身高跟文字输入盒放在左边右边的话 那你一定要再加一个 水平配置 如果没有水平配置的话 它没有办法左边右边 它变成上下关系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这个前面我们有讲过 请各位先把 界面部分设计完 那设计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 计算BMI 那当然计算BMI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那个要输入它的什么 频语 刚刚有看到这个 我们这个计算 这边不是有个 BMI 冒号 然后把它的 BMI的结果 计算结果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的话有个换行 换行之后的话 重度非法 如果没有换行的话 变成 你就接到这个后面 可是接到后面 感觉好像不好看 因为 BMI 冒号 然后后面就加一个 重度非法 看起来好像 不OK 所以呢 我是希望说 这边加一个换行 那换行的话 特别注意 换行 在那个App设计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字元代替 就是 叫做反斜线N 反斜线N 其实指的就是换行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假设希望 在那个文字跟文字中间 希望强制让它换行的话 很简单 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加一个反斜线N 它就换行了 OK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图部分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看上面部分 那怎么样让它可以输入完之后 可以计算结果 当然了 第一个我们要写一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的话 第一步 那我们一样切到哪里 切到程式设计 OK 那这个程式设计里面 其实洋洋洋洋洋 这么多东西 那我们首先的话 我先 把这个结果 看 先逐一来讲 那这个是已经全部OK了 所以我先把这个 这个这个先拿掉 图先不要做 我们先做那个标签3 这个先把它拿掉 这个等下再加好了 这个是图 这个图像 图部分 之后再加好了 我们先不要 先不管图 OK 那首先的话 我们从头来看 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增加 总共有三个变数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变量 变量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要 产生什么变数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那个 在变量里面 有没有 有一个这个变量就变数 最上面有一个初始化 痊愈的变数名称 那这个所有的痊愈的 就是说呢 我今天需要增加 几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好处就是 将来我可以 直接在别的地方 就可以取得那个变数里面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 很多地方就可以 先把资料取得 放在里面 那我要的时候再把它 从那个变数 里面可以把它取出来 那总共的话呢 我这边设定有三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是h h指的是身高 所以 这个里面就放什么 把那个 使用者输入那个身高 我先丢到h 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再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w w就放什么 体重 OK 所以这个是身高 这个是体重 然后这个是 BMI BMI就是最后计算的东西 那后面的话记得 加上一个 预设值 因为你要看后面缺一块 缺一块要放什么 因为如果假设你将来 这里面是要放计算的结果的话 理论上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身高 体重 跟 BMI值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加一个数学 记得喔 如果是数字的话数学 那里面就有个零 零的话就预设值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 所以这边一个 两个三个 那也就是说这一体先产生三个变数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到 什么地方呢 当这个按钮被按下的时候 所以这边 当 按钮被按下去的时候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做计算 那计算什么呢 计算BMI的结果 那并且 把BMI的结果 先放在那个 放在这个标签里面好了 所以这一块我先把它删掉 如果 这个先放这边好了 OK 这一块先把它删掉好了 我们等一下再一起看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 当按下按钮的时候 那我要做什么呢 先计算BMI 并且把BMI结果直接就放在 标签3里面 应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刚刚不是有增加一个什么 这个 H吗 所以呢 你就在这个变量里面 增加一个什么呢 增加为 就是让它初始之后 如果你要取得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 再找到一个要设置 有没有 设置为 把它放在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呢 让它可以取得 这个 取得什么呢 取得文字方块里面的资料 那文字方块里面的资料 把它放到哪个变数 有个全域 H 然后一样的方式呢 再来就是加那个 全域的W 然后把文字输入和2里面的文字 把它放进去 那意思可以推了 我们就是 把这两个资料呢 把它放在这两个变数里面 那再来的话 就是要计算那个什么 计算 这个 BMI的值 并且把它 的 最后的结果呢 把它放到标签 3里面 所以怎么样去计算那个 BMI 公式还记得吧 刚刚有提到 就是 它的公式是什么 体重 除以 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必须是公尺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要分几个部分来完成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我们先 做 怎么样 除的动作 所以我这个先把它丢掉 OK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这一样 设置BMI里面的结果 那我要做一个计算 所以计算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计算在哪里面 计算应该是数学吧 数学里面的话有个加减乘 所以我先 假设我的公式是 升高 的平方 所以呢 第一个 我先 取得那个 升高 所以取得 取得嘛 所以取得 这把他放进去 取得 升高 这个就升高 不是 体重啦 更正一下 就是体重 除以 身高的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你如果假设 这边应该是放了 除以 那个 升高的平方 可是升高的平方 还有必须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你要先 除以100 所以这边的话 我加一个除 除以100 什么东西 除以100 就是 升高 这边在取得 取得升高 升高就h 除以多少呢 除以100 所以这边的话 我再加一个这个 数字吧 除100 里面是0 把它改成100 然后呢 升高的 除100之后的话 平方 平方的话怎么做 数学里面有个平方 平方在这里 有没有 向上符号 这个就是它的平方 所以我就把这个资料 再放在这边里面 那平方的部分就是后面 再加上一个2 所以数学里面有个 这个 放进去 然后把它改个2 这样就OK了 就是 升高 除以100之后的平方 然后再把它 放在哪里呢 取得 就是 怎么 体重除以 升高的 平方 除完之后结果是bmi 所以再把这个结果放给 这个全域bmi变数 这样就取得 这个bmi的值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去 设定那个什么 设定那个标签里面的文字 把那个bmi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我们先 不要 动作复杂 我们干脆把bmi直接 放到里面来 那bmi的话呢 刚刚我们就是直接 把这个bmi取得 bmi的值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全域bmi 这样的话呢 就是计算结果 就可以得到 我们来试看好了 所以第一阶段也许先做到这边好了 看看能不能计算出 正确的结果 那把它run一下好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先下课休息 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帮你各位试试看 我已经把它下载了 然后已经把它安装到我的 液层模拟器里面 那输入之后你可以看到 bmi的结果就显示出来了 比如说我再换一个 这个 如果它就是 75公斤的话 那计算bmi 这个结果就出现了 有没有 那它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五位吧 OK 好那如果说呢 这个结 这个结果 好像 还是有一些地方不足的 有没有 哪些不足 最好在前面帮我加个bmi冒号 所以第1个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加一个bmi冒号 第2个我希望换行帮我把评语写在下面 到底这个bmi 到底是 是过轻呢 还是 标准 还是 过胖啊等等有很多标准 那这个标准的话总共有6个啦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bmi计算这边 如果是这个区间的话就是 体重过轻 正常 过重 轻度肥胖 重度肥胖 OK 所以呢如果假设我希望把评语 加上来的话那应该怎么做 那当然第1个 我们刚刚第1个部分呢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结果前面加bmi好了 所以 第1个需求是说我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计算结果的前面 串一个bmi冒号 的一个文字 所以想要在前面加bmi冒号的话 那当然你要在哪边做 其实主要在这边 设 标签3的文字里面 我们刚刚是直接取得这个东西 但是我希望在他的前面加 加一个叙述叫bmi冒号的话 那首先当然我会需要一个文本 那个字的话就是这样 bmi冒号把它放在 他的前面 所以这边的话加一个bmi冒号 像这样 好 那把两个怎么合并在一起 特别主要如果要把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话 一样 合并的话一定是文字 所以请你找到文本 文本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边第二个就是合并文字 你把这个合并文字 把它放进来 然后呢 怎么把两个合并在一起 很简单 这个把它放在第1个 这个把它放第2个 他们两个合并在一起 有没有 然后再把合并之后的结果呢 把它放到这边来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其实 如果以后你要把 哪个 变数 或者哪个资料的前面加什么东西 或后面加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利用 合并文字 合并文字前面好像有个齿轮 有没有 你大概还可以再合并更多 目前是合并两个 将来如果你要合并三个 四个五个 可以啦 可以多合并 那我们现在如果假设加了 BM帽号的话 那将来这边 前面就会加 BMi帽号 OK 让我弄一下 不过要跑 跑比较久 那 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加频语 那频语怎么做 频语的话有六个 六种 逻辑叙述 就是刚刚提到 过轻正常 那过重的话有四种 所以呢 可想而知 我们如果说 希望能够让他怎么样 不同的 BMI 而且这个 BMI还有 差了Range 所以你可以 有没有印象 这个有点像是上个礼拜做的那个年龄 有没有 年龄的那个逻辑判断区间 对 蛮像的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呢 把这个 结果给做出来 那当然我会还是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我们看一下 刚刚这个做完 做完把它执行一下 再把它跑一下 看一下结果会不会 有那个 前面加 BMI BMI 帽号 这个叙述 把它一样 再输入 180 然后 这边的话就是 80 然后计算 BMI 有没有看到 BMI 帽号 就出来了 所以刚刚这个加上去之后的话 其实就是 这个结果 OK 看到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就是本来前面没有这个叙述 那我把这个叙述 怎么加到它前面 记得 就是把这一个跟这个合并 合并文字 合并一起输出 OK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我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底下的话 那怎么 再加上什么 所以底下会需要 它的评语 到底是 这个 BMI 是标准 还是过轻 还是过重 等等的评语 那因为有六种逻辑 所以 接下来的话当然你需要做一个什么 逻辑的判断 所以这个跟上个礼拜的那个 那个部分一样 那个逻辑的判断就是所谓的控制 控制的话 那当然会有六种 可是目前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种 一种而已 这个是True跟False 两种 然后还有一个是True 否则如果 其实这个比较接近 我们先拖拉这个 先把它拖拉过来 那有六种的话 怎么把它变成六种 其实很简单 这边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这个 如果是第一种 否则如果是第二种 否则第三种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加这个 加在哪里加这个 否则如果 那这个就四种 一 二 三 四 然后再加一个 第五个 再加第六个 OK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出 总共有六种逻辑 其实就是 把 这种逻辑 对照到这边 所以其实要怎么样 可以刚刚好 做一个这样的逻辑判断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 得到一个这样的控制 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如果的话 如果什么呢 就是它的 BMI结果 BMI结果就是 取得 BMI的值 做逻辑判断 如果 BMI里面的值 所以两边要做一个 比对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 刚刚这个 合并加一个 BMI部分先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好